世界最大台湾的TSMC ソニーグループと共同で熊本県内に新工場を建設することを視野に 検討を進めて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りました 日媒报道 台積電正在考慮与ソニー集团合作 在雄本县菊阳镇ソニー工厂附近地区建设新工厂 双方合作投资金额为8000亿日元 约新台币2000亿元 目标最快在2023年到2024年投入生产 世界的供給不足が続く半導体は 重要技術を国内で確保する経済の安全保障の一環として 重要性が増しています こうした中 日本政府も日本の産業競争力を強化するため 国内での安定的生産拠点の確保は重要だとして 一定規模の資金を補助する方向で調整を進めています 報道指出 新工厂皮靈ソニー的影像感測器工厂 将生产用于相机影像传感器 車用晶片和其他产品的半導体 双方将可能設立一間新公司管理这座晶圆厂 ソニー将持有少数股权 針對報道 台積電和ソニー都未立即回应 不过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7月股東会曾表示 正評估日本設廠 成本是比台湾高很多 我们现在的目標就是在日本建廠 如果做完这个new diligence之后 我们的目標是在日本方面的贡献 能够打平这个成本的差别 台積電14日举行法说会 外界聚焦赴日设厂 制程技术进展 台積電目前最先进制程技术是5奈米 3奈米制程预计明年下半年量产 2奈米制程开发时程尚未揭露 随着韩国三星7日宣布2奈米制程 目標2025年量产 台積電相关进展规划 备受瞩目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林李金晶 台湾台北报道